Let's go 大家好我是Pia哥哥 上上星期我出了一支高能量通量的影片 然後下面的留言非常的精彩 也非常多的疑問 主要是針對進行性斷食 與能量通量這個東西會不會互相的衝突 所以我今天就要來跟大家解釋 以及回報大家的一些問題 關於代謝以及斷食 我們廢話不多說 就直接給它看下去 如果還沒有看到我之前 就是PO的那支高能量通量的影片的話 我建議你可以先去看一下 因為我覺得那支非常的精彩 然後裡面的知識是蠻重要的 但基本上裡面最大的一個點就是說 要多吃多動 這樣子才會讓你達到一個高能量通量 長期維持好體態的一個最棒的方式 那下面就很多人會留言說 可是多吃這樣子不就跟一個間接性斷食 就是我之前很推崇的一個飲食方式 有一點衝突到嗎 各位假如有這種想法的話 可能是把斷食跟節食這兩個東西把它搞混 就是短時間的斷食 像是16.8 18.6 24 甚至是一日一餐的這種飲食方式 並沒有要你少吃東西 只有要你控制這個進食的時間而已 我打一個比方 假如都是一天要吃2000的熱量的話 正常的早餐可能是在8點的時候 吃400大卡左右的一個份量 然後午餐可能吃個800大卡的便當 晚上可能吃個大概600大卡 然後宵夜可能在9點的時候 最後再吃個200大卡左右的熱量 那這樣子的話 等於是進食時間 就大概是會落在13個小時左右 那間接性斷食 以18.6來講的話 就是把一整天的進食時間 縮短在6個小時 所以可能是你在早上11點的時候 吃第一餐大概600大卡的熱量 那可能中午跟晚上 就吃700左右 這樣加起來也是2000 也有可能你更懶一點 你更想要省時間 你也可以變成一日兩餐 就是11點吃個1000 然後下午可能3點4點吃個1000 重點就是說 不管是你在這個長時間 13個小時的時間裡面吃完2000 或者是你在這個4個小時 6個小時內吃完2000 你吃的食物分量其實是一樣的 所以基本上 你在代謝食物所消耗的那些熱量 就是我們講的DIT 也會是一樣的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 你代謝並不會減少 那基礎代謝的部分 有些人會覺得 是不是不吃東西代謝就會下降 那這等一下也會 用一些研究來跟大家解釋一下 但基本上你在斷食的期間內 你會感受到比較多的精神 因為你的腎上腺素 會開始分泌比較多 而這個腎上腺素的分泌 也會讓你的基礎代謝 反而是有上升的這個跡象 所以基本上短時間的斷食 你並不需要去擔心 會有這個低能量銅量的問題 這樣子你可能會問 我們每天吃的東西都一樣 那這樣子進行這個間接性斷食 會有什麼目的 大部分的人可能都會覺得說 斷食就只是一個控制熱量的飲食方式 但是其實以研究上面來看的話 斷食並不只有可以給你帶來控制熱量的這種效果 這在我們之前的影片中 有更加的去認真說明 甚至也有附上一些研究 但基本上延長你的斷食時間 對於你的生長激素 胰島素 抗發炎 抗氧化 細胞修復等等的 都是會有幫助的 所以接下來就要來介紹一些比較長時間的斷食 大家比較常聽到可能會是 五二斷食 或者是隔日斷食這些東西 就是你會超過大概24個小時以上的時間 沒有進食 那以五二斷食來講好了 就是你挑兩天一個星期 然後在這兩天裡面 你就完全不吃東西 那這個方式是比較多研究都在使用的 因為這些研究也發現 你比較長時間的斷食 對於你的身體的幫助 其實是顯著的比較多 依我們追求好身材的人來講的話 我覺得斷食最大的幫助 就是在生長技術上面的作用 那這個研究就顯示出 超過24小時的斷食 會讓身體分泌生長技術的頻率更加頻繁 而大家都知道 生長技術在我們身體裡面 是幫助我們的氨基酸合成 還有消耗我們脂肪 尤其是腹部的脂肪 所以其實對我們在減肥的過程中 它可以更有效的去保護住我們的肌肉量 而研究其實到最後也是發現 是有這個作用的 這也是為什麼研究發現 使用間歇性斷食 相較於正常那種 長時間的進食的飲食方式 更可以保留住你的肌肉量 那大家最在意的代謝 到底會不會因為斷食而下降 長時間的斷食 因為你真的是沒有吃東西 所以你的DIT 就是你那些消化食物所消耗的熱量 是一定會下降的 但是基礎代謝咧 並不會去下降 那這個研究就顯示出 因為你在斷食期間 你的腎上腺素的分泌 會使得基礎代謝提升的蠻顯著的 所以大家並不需要擔心會有代謝下降 然後低能量通量的問題 比較需要擔心的可能是假如你本身 就是有一些壓力過大 然後腎上腺素 分泌過旺盛 或者是壓力荷爾蒙 分泌有問題的人的話 那就比較不適合使用斷食來進行 不然會造成你的荷爾蒙更加的不平衡 上支影片講到低能量通量最大的問題之一 就是雖然你會減肥 你會在之後負胖的更快 但是以上講的斷食的種種的好處 包括改善胰道素啊 血糖 生長激素 還有代謝等等的 其實是會讓你比較難負胖的 而研究其實也是這麼說的 長時間的斷食可以提升BDNF 那其中一個作用就是可以掌控你的食慾以及肥胖 所以使用斷食減肥的那一組 反而會在減肥完後的24個星期過後 身體的組成改變還是會比較好 總而言之 斷食它只是一個控制你的進食時間的一種飲食方式 你也可以把它想像成一種輔助的工具 那假如你一整天就只吃那一餐 但是你那一餐也是吃一些高熱量的精緻甜點 吃一些垃圾食物 吃一些加工的東西的話 那其實它也不會對你的身體有什麼太大的幫助 也不會讓你變得更健康 身材變得更好 但假如你使用間接性斷食 然後再加上你吃足夠的蛋白質 然後多吃一些圓形食物 再加上適量的運動 那我相信你一定也可以變成一個高能量通量的人 更接近你的身材目標 那大家假如有看過我之前減脂備賽的影片 裡面其實也有提到說 我這一次減脂過程 也是一直都是在使用18.6斷食的這種飲食方式 所以其實大家真的不用太擔心 斷食跟能量通量這個理論會互相的衝突 最後就希望這支影片對大家有幫助 我們就下次再見 謝謝大家 拜拜 哇 簡單